各位觀眾歡迎回到居家修繕SO EASY 那我們今天的話一定要請到我們的小辰講師來為我們解答一些關於居家修繕的問題 那小辰講師您好 主持人你好 那今天的話想要請小辰講師為我們介紹的就是 現在市面上手工具有非常多 光是一般的螺絲起子它其實就有很多不同的種類了 那其實相信很多的民眾他們可能看到市面上那麼多的東西 他們應該是一頭霧水 那所以說想要請師傅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桌面上這邊有三款不同的螺絲起子 那他們用起來的感受還有就是適合什麼樣的族群 他們去做使用 所以大家請師傅介紹一下 沒問題好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先先介紹我們的時日起子最一般型的 就像我們講的這一種 那這是最一般型在用的 那它主要呢就是功能都是做鎖螺絲用 那前面它有做磁鐵的部分 這是最一般型的 沒有什麼樣的功能 那再來呢 第2款這個呢 它這邊呢主要的特性在 它有包覆很多的絕圓皮 因為我們一般呢 時日起子的前端都是金屬的 它會導電 那這邊呢它有包覆的一個絕圓皮 是我們一般電工師傅的族群在用的 因為我們要去鎖電箱 怕導電等等的會用這一塊 那再來呢 現在呢比較有出現新的這個 我們叫急輪的十字起子 那它的特性就是說 它的前端呢 這邊是可以做旋轉 可以做單向旋轉 那這樣子可以轉 這樣子卻不能轉 所以它手可以在轉的時候 它可以這樣子 不斷的來回去做鎖緊的動作 這個是真的蠻省力也蠻方便的 那再來呢 有這麼多的頭都可以做替換 所以現在真的是東西日新月異 這樣 那簡單來說這一款呢 這個跟前面的功能差不多 只是它多了一個可以轉向的功能 可以轉向的功能 那也是一樣 它也是有急輪的一個功能性存在 那最後呢 就是比較特別的就是在我們這一支 這一支呢 看起來像手動的 其實它是電動的喔 那它的開關在我們這裡 我們這邊 那也是一樣 它會有一個正轉跟反轉的一個動作 它還有很貼心的附一個LED燈 那我們在夜間的時候呢 非常可以輕鬆的來做使用 以上跟主持人做介紹 了解 那想要詢問師傅就是 那我們前面剛好有一個木條 然後這邊有螺絲 那想要請師傅就是幫我們操作一下 然後讓我們觀眾朋友可以看一下說 實際上面的操作樣子 大概是要怎麼去做使用 那避免說有些可能買回去之後 不知道該怎麼樣正確的做操作 好 沒問題 這邊呢 首先前面的兩款呢 我們是不是一般型的 這大家其實都不陌生 我們都是做鎖緊的動作 都是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現在講的是極輪 極輪的部分呢 那我們這邊呢 來做操作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極輪扳手的部分呢 我們一樣把它螺絲頂住之後呢 我們就找一個適合的螺絲的縫 我們就鎖進去 那比較特別的是說呢 當我們鎖緊以後呢 這個螺絲呢 它會有個單向卡住的部分 也就是說 假設今天我要鎖緊 我們這邊黑色的按鈕 把它做旋轉 旋轉一下 那就會變成鎖緊 退出鎖緊 退出鎖緊 大家可以看我的手 當我鎖緊的時候 它不會退 而回來的時候 它就可以退 所以一直重複這個動作 我們就可以單靠手腕 很輕鬆的可以把螺絲鎖進去 到裡面去 那推出來的部分 一樣我們就把這個 黑色的旋鈕 往另外一個方向轉 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 很輕鬆的做退出的動作 這樣子 以上 那另外呢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個 就是電動起直的 有電動功能的一個狀態 那一樣 它的開關是在這邊 分別有這邊的開關 按下去它會有正轉跟反轉 那這個就可以更輕鬆啦 我們只要把它 手頂進去 然後拇指呢 在我們的開關的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就可以輕鬆的做 退螺絲跟進螺絲 好 它開始在 這邊跟主持人做個介紹 了解 那有沒有比較就是 師傅剛剛這樣示範下來 那可能有哪一些 族群會比較推薦 用 就是可能像電動的 因為其實像這種電動的 可能會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直接去選用電動 像我們之前有介紹過的電動起直機 是是是 那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說 我們一般通常我們會建議說 一般就是電動的大家可以背一隻 那除了手動以外 電動再加背一隻 那這一隻呢 跟我們一般其實差別在哪裡呢 這一隻它的扭力比較小 它適合做螺絲的鎖緊跟退出 小扭力的 那如果我們需要大扭力的 可能這隻就可能不太適合 那一般為什麼會建議說大家手動也背一下呢 因為有些可能有些觀眾朋友他的工具 可能不是這麼長的使用 那可能我們的手感不是這麼樣的順手 可能用電動的話他可能覺得怪怪的 那我們就可以手動的去把手感找回來 然後再做電動的做搭配來使用 那大扭力的部分呢 我們就還是一樣建議說 回到我們電動起直機來做使用 比較不會對我們的起直機造成受損 了解 那我們謝謝師傅今天的介紹 那相信各位觀眾朋友們一定也都非常有收穫 那也知道說 之後該怎麼樣去做挑選合適的工具了 好那我們再次謝謝師傅 謝謝子仁 那我們居家修善SoEasy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那大家掰掰 掰掰 好